下一個獲獎提案是開源抑制 那是透過過去要做抑制可能抑制都要幾百萬元 但是開源抑制希望能夠透過開源的抑制 讓大家可以用更便宜的方法 可以得到更好用的抑制 而且可能有不同用途的抑制 那我們請開源抑制來分享 大家好 我們是今年執行台灣開源抑制計畫的台灣神手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追夢人的故事 大家相信夢想嗎 我們是相信夢想 而且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有追夢的權利 來抑制來的時候一定有很多夢想 那我們的台中的一位需求者他叫林志龍 他從小到大的夢想就是想彈吉他 但是他從小一出生就沒有左手臂 所以他去問過很多抑制公司 可不可以幫他克制化彈吉他的抑制 但是這些抑制公司不是報價太高 不然就是拒絕他 那輾轉他找到了我們 我們是誰 我們是一群在網路上互相認識的Maker 那我們都是利用下班時間或假日的時候 開始來研究這個抑制的技術 並將他開源在網路上面 那由於我們是一個非營利的社群 所以我們需要贊助 那右手邊這些就是贊助我們的夥伴跟組織 那要怎麼幫他完成這個夢想 基本上我們推行的所謂的M3D流程 M就是醫療評估 穿戴抑制一定需要經過醫療評估 那3D就是3D掃描 3D建模跟3D列印製造出來 那我們會先用3D掃描器掃描 然後需求者他的肢體輪廓 再把他導入電腦裡面去設計 設計完之後把設計的檔案 上傳到雲端開源出來 那再從雲端下載下來 使用3D列表機列印出來 最後讓志榮實現他談及他的夢想 但是夢想實現後 夢想是會長大的 過了半年志榮又來問我們 他現在想打鼓 我們可不可以幫他完成這個夢想 我們當然是新人接受這個挑戰 但是阻礙在我們面前的並不是技術問題 而是我們這些團員裡面 沒有人是在玩樂器的 就在這偶然的機會下 我們遇到了金曲歌王謝明佑 還有他所屬的麵包車樂團 他給了我們很多有用的建議 所以我們就完成了一個既可以打鼓 又可以彈吉他的音樂一支 我們稱為他是叫鳥嘴 因為他長得很像一隻鳥 那鳥嘴他可以夾鼓棒 也可以固定演奏吉他的那個撥片 那鳥嘴對志榮來說 就像劍達初期待一樣 多個願望一次滿足 那在幫助別人夢想之後 在今年我們美夢成真的 今年我們很榮幸獲得 光明科技獎助金的贊助 我們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快 而且更好 那在畫面下方大家看到的 這個是我們所設計的造型翼竹 那這個造型翼竹 我們一樣是經過了M3D流程 那需求者的弟弟 他只是去網路上下載 我們設計其他檔案之後 自行列印出來 那列印出來之後 我們僅透過視訊的方式 花了15分鐘的討論 就組裝完成了 這達到我們內心的一個里程碑 就是自己的一支自己做 這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理想 所以其實製作一支並不是很困難 只是都你有沒有那個決心 那在今年我們也優化了志榮彈吉他的這個一支 我們改用軟料去列印 讓他更服貼更耐用 那志榮今年又有新的夢想 他想他要學開車 還好有去林立公民科技獎助金的贊助 我們設計一支 可以讓他扶著方向盤的椅子 那如果你問志榮 為什麼想登機他 他會這樣告訴你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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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 好的,剛剛那個影片中的背景音樂有點小聲 那其實就是志榮親自演奏送給大家的 那在經過了這麼多幫助需求者勇敢追夢的過程後 換我們開始做夢了 在今年10月份我們使用了日本的開源意志AXIE的檔案 然後將其優化 然後改成我們自己的開源意志叫TGH IIII 它導入了AI的系統 在我們的展位上有展示 等一下大家有空的話可以過去那邊了解一下 那在這一支一支我們也預計在12月份的時候 委託我們的朋友回贈給日本的開源者 我們希望藉此可以搭起台日雙方的開源意志的合作 那開源之爐為什麼強大 因為它打破了知識的壟斷 那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在2024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以此為基礎 參加在瑞士蘇利士大學所舉辦的Cybathlon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很有意思 它是利用先進意志去克服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種情境 像是扣扣扣拉拉鍊夾夾子或是使用工具 那參加的團隊都是世界頂鎮的研究團隊 或是先進的一支公司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比賽上讓大家了解台灣的實力 所以我們是一群追夢人 而且我們相信越在地越國際 希望在我們追尋這個夢想的往後四年 大家可以繼續幫助我們 我們的slogan是 Maker in Taiwan Mad in Taiwan 謝謝 我們是台灣看守 開恩一隻 好 那謝謝五個提案精采的介紹